欢迎回到最在地的港独新闻 我是翁玉文 在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要来告诉您的是 现在景气似乎有逐渐复苏的迹象了 当然有不少的厂商也要向人才来招手 劳工局进行协调 在这一个礼拜当中 就有六场的真才活动 总共要提供大概是386个工作机会 除了在星期二 前镇服务占有9家厂商联合 推出的真才活动之外 国内有著名的餐饮集团 也要推出计时人员的职缺 劳工局表示 因为景气有复苏的迹象 厂商真才活动的意愿也随着提高 尽管是在过年之后 已经有一波的换职潮 不过这一周安排六场的真才活动 可以看得出包括传统产业 餐饮业以及电子科技业 有明显的人才需求 而劳工局表示 如果说有相关需求的话 可以上劳工局的网站查询 或是来洽询劳工局的相关单位 不过是来洽询劳工局的相关 不过是来洽询劳工局的相关